是 聶Sir, 今晚叫我們回來 是否在這裡? 讓森Sir在這裡再說 森Sir, 原來你和駱Sir在一起 駱Sir… 來, 這麼晚開會, 有料到嗎? 根據專家分析 綁匪屬於高智商罪犯 他們要確保萬無一失 不可能單靠計劃 因為無論如何精密也好 計劃始終只是計劃 尤其是要把霍太太 夾到澳門這麼遠的地方 他們事前必須經過多次的排練 香港在澳門說遠不遠, 說近不近 過程當中遇到不穩定的因素太多 他們會遇到水流、風向、潮池的問題 還有機會可能遇到水警輪 和其他船隻, 變數太大了 他們必須要重複排練 要握住這條航道 既然他們排練過這麼多次 我相信一定會有線索留地 之前有一艘遊艇報室 懷疑是載一貨太澳門那艘船 可惜水警一直都找不到 估計已經沉在海底 重點就是這裡 如果他們只是排練的話 根本就不需要用同一艘船 偷回來的反而更加會引人處理 他們只要在未犯案之前 租船回來排練 就算遇到什麼意外 也不會是大問題 有道理 網上有幾間租船公司 都有類似這款遊艇出租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但半年裡有什麼人經常租用這款遊艇 就是檢查這兩個月的租船紀錄 沒錯, 香港季節, 天氣變化太大 太早排練反而保養 我們集中去查近這兩個月 租過這款遊艇的人, 那就夠了 我天負責, 遊艇會呢? 我們負責查船公司 大家分頭行事 是, Sir 是, Sir 今年4月12號, 你租了一艘遊艇出海 跟什麼人一起去了哪裡? 那天就跟幾個朋友坐在釣魚 他們可以做證人 你們幾點會程? 我們開船不夠兩小時就回頭了 我弟弟在船上發高燒 你可以打到人海醫院問問 那那艘遊艇你拍在哪裡? 什麼遊艇? 我都沒租過遊艇 這裡上面有你的名字和身分證 Sir, 我不見出身分證 下星期才有身分證拿 又這麼巧? 報室寫在這裡, 不順你看看 九成九被人偷了那張身分證去用 阻礙你一會兒 我想查一下這個身分證號碼的租船記錄 大概是這個型號 這款型號的遊艇也很受歡迎 這兩天都租了出去 租過這麼多艘 既有陽光, 又有海水 就算有線索, 都破壞了 我們想看看最近兩個月的租船記錄 可以嗎? 老闆, 你有裝上CCTV? 其實這個壞了很久 不過一直沒有弄到 放在這裡裝架狗, 嚇人而已 老闆, 麻煩你 我想裝架遊艇 麻煩你填上張方, 登記資料吧 是不是每個客人來租船 都會填上登記資料? 是呀 那些方用會貼上去嗎? 有, 給我一點時間找找 但是這個人用假身分證 填上的東西也不可欠 他填的東西可能是假的 但是填的時候留下的線索 就不可能是假的 應該是這一張了 還租過幾次 不用拿出來 我們會有同事來掃紙毛 根據鑑證科 在租船公司表格上套取到的紙毛 最核對的資料庫 終於被我們找到一個人 他叫葉達信 葉達信, 有名Robert仔 今年36歲, 住在沙田一棟村屋 曾經在Ivy收毒機械課程 做了幾年之後 和朋友夾粉開了一間 機械裝修工程公司 生意不錯, 風光的時候 有隻小型遊艇 有二級船主牌和大計牌 不過兩年前 連他和生意拍檔反面吵架 還因為商人流了案底 後來生意失敗, 遊艇也賣賣 他最近申請移民 將會離開香港 我們有理由懷疑 他就是三個綁匪其中之一 開始 香港警察 現在不是事必要你說 你所說的一切將來 有可能成為情藏證供 快走 今年4月22日 你在哪裡?做過什麼? 你多次租用同一款遊艇 有什麼目的? 你騙嗎? 阿Sir在問你 神問狗不認 你涉嫌綁架霍太太和何偉堂 我們知道綁匪不止你一個 誰是你同黨? 你別以為一聲不出 我們就奈你不學 霍太太是什麼人 霍太太, 你應該很清楚 你在這裡已經是最安全的 離開了這裡 你隨時命都沒有 你不看 如果他真的無辜的 被關公這樣兇發 要不就很疼 要不就發脾氣 阿Sir弄他生豬肉 他太冷靜了, 不精神 這個人讀機械工程 要他控制吊船, 簡單一件事 對他來說沒難度 何況他有船牌 還可能是他開船櫃去澳門 他之前是做過裝修的 要把私房菜裝修得像以前那樣 更難得到他 暫時來看, 所有東西都中了 但暫時我們還沒夠了下叉廚 先扣留他四十八小時繼續坐他 森, 申請搜查阿嶺 去Rober仔家查獲 一切要低調處理 如果被其他綁匪 發現Rober仔不見了 可能會馬上起床 是, Sir 阿嬤 我們在Rober仔家搜過 發現他的家 其實跟普通人家沒什麼分別 都是電視、梳化 也沒什麼貴重的東西 完全不像發財 銀行存款比我還窮 看來他們非常小心 不過我在他家裡找到 很特別的調味料和食材 我找飲食專家看過的調味包 小型茄子、煎葉菜等食材 全部都是地道正宗 泰國出品的主食材料 要在泰國食品專門店才能買到 那Rober仔喜歡吃泰國食物 也不是很出情 其他其在, 我們問過街坊 Rober仔基本上三餐都是額外賣 在他家裡, 杯麵罐頭也沒有 只剩啤酒 一個完全不會煮食的人 又為什麼這麼刁鑽去買泰國食材 街坊還說 最近有個黑黑實實的大隻仔 經常跟Rober仔一起出入 你們的意思是 地道泰國菜是大隻仔煮的 他是泰國人 我們之前一直估計 這個綁匪是恐怖有力的 他可以單手有的幾何為堂 徒手就可以制服霍太 可能就是這個泰國人 也可能因為他是泰國人 廣東話不正, 他怕被人認得 所以他盡量不說話, 只是負責動手 之前霍太曾經說過 他說跟這個恐怖有力的綁匪糾纏的時候 用戴子弄傷過這個綁匪的頸 我們現在可以收窄的範圍 這個綁匪是一條頸傷了 而且是一個很能打的泰國人 如果另一個綁匪真是泰國人 要找他出來應該是不難的 沈文, 你負責掛這個泰仔 Yes Sir 你現在看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啦